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股市是下跌大约是70点左右 因此澳洲股市最终在上周五依然是收盘在6670点附近 对比前一周价格是有所回落 那么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超过了1% 上证指数涨幅1% 深圳上涨1.4% 那么在欧美方面普遍也以上涨为主 英法德涨幅约为0.5% 但是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却分别上涨超过了1% 这也使得美国的道琼斯指数目前再一次达到27300点的高度 距离最高点的27600点仅仅相差1%的距离 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也是重新回至1510美元附近 而油价则上升到56块五毛钱一桶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是上个星期周末沙特方面宣布将会 对于他们国家最大的阿美也就是石油制造企业 全球推出同步的新股上市计划 我们知道在今年整体上来说 中国和澳洲的经济都在放缓 美国的经济虽然没有放缓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其放缓 也在不断的出台各种刺激措施 像中国也好澳洲也好美国也好 基本上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 都是以降息或者是降准为主 我之前跟大家说到 咱们做一个行业 投资一个股票或者投资一个地产 首先要看的是大的环境 现在是什么环境 现在各国的央行 特别是澳洲和美国还中国 都在降息或者降准 那么其背后的意义 就是央行也好联储也好 它是希望股市能够强劲 希望房地产市场能够强劲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再去投资股票也好 再去买地买房也好 无非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所以我跟大家反复说到 大环境如果我们能够判断正确的话 那就是赚多还是赚少的问题 那如果连大的环境都判断错了 那就是亏 无非是亏多还是亏少 那么再回到这个石油问题上 为什么油价在今年整体上来说 都反反复复没有太大起色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一就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放缓 但是更多的原因则是来自于 供球关系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产油第一大国 大家猜一猜已经不是沙特 也不是俄罗斯 也不是阿联酋 而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是美国目前是全球石油产量第一大国 那么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石油呢 其实它也是从最近几年开始 日益频繁的 这个叫做页岩油开始爆发了 在前几年我们还记得沙特为了打压美国的页岩油 不惜把油价压至30美元以下一桶 当时美国页岩油公司大量的破产 但是随着油价重新回升至现在的40 50 60美元附近 美国页岩油公司再次 这个我们说着 犹如这个星星之火一样 再次以燎原之速迅速扩张 目前美国已经取代了沙特 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大国 但是在需求方面 作为全球目前汽车第一消耗国中国 目前的新车销量数据 对比去年同期相比 还在不断下滑 缩减 也就是说 这边产油的速度 一直是在一历史新高的速度往上升 但是那边对于石油的需求来说 则在不断的放缓 这就造成了一个情况 就是油产的太多而卖不出去 所以说现在除非是中东那边 有大的局部战争 造成石油供给链的一个断裂 要不然在短期内 在我看来油价很难回升至之前的 70或者是80美元 所以说近期沙特虽然是宣布了 他最大的石油公司阿美 将会启动上市计划 但是在我看来 虽然阿美的运营能力很强 在沙特油价最低一桶 可能只要十几美元就够 但是其核心竞争力并不是很强 第二我们知道 由于沙特是一个王权国家 因此很多信息都不透明 所以我觉得 对比未来页岩油技术 日益与普及的背景之下 这一项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上市计划 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大 但是公司其实并不强劲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话题 就是我们知道在昨天 也就是周日 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东亚首脑会议上 中国的总理和澳大利亚的总理 终于是见面了 这样两国也是在从去年 下半年爆发出来 由于澳洲禁止华为参加 澳大利亚的5G计划以后 两国关系退步之后 双方的总理首次的见面 其实从上去年的下半年 爆出这个事件之后 澳洲和中国这边也出了很多的事 包括曾经出现 中国的北方大连港 禁止进口澳洲的铁矿石 包括澳洲的红酒 在中国的清关时间延长了一倍 等等等等 两国的关系也随之而不断的倒退 这也给澳洲经济的恢复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不得不说 虽然说现任的总理莫里森 他是属于是自由党一派 但是他其实本人还是比较明是非的 他在多个场合不断的重复 澳大利亚作为独立主权国家 并不会在美国和中国中做出选择 他会自己自由的来做出决定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官方的表态 他是非常聪明的 希望能够维护好和中国的关系 那么根据从昨天 新华社发布的通讯稿来说的话 澳洲总理还是希望 跟中国关系能够缓和 同时中国能够继续开放和合作 其他的一些相关领域 所以说我们知道 这句话也意味着 在某一些地方和领域 目前的合作是处于暂停阶段 但是中澳两国的总理能够见面 这说明至少是一种进步 只要之后两国继续维持现有的关系 稳步发展 澳洲这边不要做一些出格的事 那我相信对于两国经济的恢复 在未来应该说将会很快就能见到结果 那么中澳的关系好 对于中国的经济 对于澳洲经济 对于我们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来说 都是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澳的关系 能够越来越好 也使得从侧面帮助很多 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公司 特别是澳洲的公司 在未来能够进一步的扩大 其中国市场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各位如果希望参与我们在 墨尔本11月24日的大型线下活动 可以通过点击视频下方的 内容介绍链接参与报名 那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